博先生被冒犯 紀錄 詞琳 被冒犯 詞琳 被冒犯 第一個驚喜我得到的是 放手之一 沒有那麼困難的 我自己嚇自己 我自己嚇自己說 我自己請假五次天 Morris一定不肯 他也肯了 他也同意了 他也支持了 那兩年後 我也還在上班 所以 跟各位講 你有害怕 你有觉得说 这个对你工作 对你家人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是骑车 或者骑五十天的假期 而是你那小小的梦想 一定需要勇气 不然他就不会在你心里面 长得那么久 他一定要有一定勇气突破 而且这种每个年纪都会有 我想我们四十岁 五十岁 我觉得我到七十岁 我还要让我有梦想 我到八十岁 我还要让我有梦想 我觉得这才是我的人生 那走着这一趟 在这个圆梦上 不仅仅是 说去有勇气 更重要的是 从此年轻的时候 冒险犯难 那我想戏谷一直 陈系的这个西部人 来到这个地方冒险犯难的精神 我想在座的各位 也一定你的血液里面 还充满了这些不怕失败 但是有的时候 也许跟我一样 太多年都安逸 随着四十岁五十六五十岁 你已经舍不得去重斥 舍不得去抛弃 舍不得去放下一些东西 去追寻 所以我想我用我的小小的故事 激化你内心一点点的冲动 那刚刚Jerry讲 You do it now or never 这个分享我的另外一个梦想 我一直想要去 我觉得国票很美丽 我一直想要在里面比赛得名 那随着这段时间 我也去兑现 它也很困难 我女儿说我这个人 有好处 就是坚持 他说学东西 不怕累 可能很累的东西 别多去努力地做 不怕苦 另外一个最不同的 他都不怕笑 他说不怕被人家耻笑 他说五十岁 他当初讲过 说你要去写拉丁 你要扭屁股扭腰 你不不好意思啊 我是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很想要 所以我还去做了 那这个是去年七月的 那后来的成绩更好 我后来到亚勋赛 台湾最大的比赛 我还得到拉丁第三名 然后摩登第五名 不过这我想 这一个小小的片段 这个鼓励你一下 我还得到 第二个惊喜是在这个过程之后 我觉得我对我的感官更加的敏锐 我从来没有知道我的鼻子 我的皮肤 可以对周遭的环境 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 让我去获得 那我讲上个礼拜 我在骑着脚踏车 从这个台湾海峡 然后就大渡山进台中 当我骑着车往上爬 可以听到风吹着竹子 滑出沙沙的声音 有鸟的声音 鸟叫的声音 我有觉得那个初春的感觉 在我的皮肤上 我眼睛看到远远的红色的泥土 快一快 那我有闻到这些森林的味道 我有从皮肤上感觉 我的泪从额头流下来 流到脸下 流进我的嘴巴 很咸 掉在我的车子的中间 我的下背 的下半部是火热的 经过这个过程 我对我的五官 更能够明显的感觉 外面给我的 跟我自己的 那我更appreciate 对美的定义 这个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能够去欣赏 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 然后它带给我 非常满足 第三个 由这个我的 下背的疼痛 那我了解 当我在骑车的时候 是用我的大肠肌 然后把脚拉高压下去 它不是用我的 大腿的肉 小腿的肉 那经过这个过程 我也更了解 尤其是最近 更了解这个食物 对我的影响 那我血糖 有一阵子 这个换后血糖会偏高 那我就在研究 我到底喂了什么 那我发现我吃白饭 吃太多了 从五岁到现在五十几岁 吃了五十几年的怀患 我的胰胀 每天要分布这些胰岛素 然后让血液里面的血糖 转变成能量 它每天早上工作 中午工作 然后工作了 它一次工作要四个小时 工作还没有完 就晚上晚餐又来了 那我就很认真地发挥工程师的精神 买了这个测血糖的 一天有时候量到六次到八次 这个我吃 有一天最夸张的 我去参加一个上礼 然后再就上车了 人家可以有一个饭团 哇一吃 我平常大概就是 吃完饭一百四 那天吃完饭哇 吃完那个 那个就跳到 两百 两百二 我终于realize 这个 这个 后来随着 随着这样入门 自己做实验 然后就去研究说 没有做这些白饭 这些白面包 难怪那么多人讲超乙饭 然后讲这个 全卖面包的重要性 这些对我们 单单一个胰脏 胰脏胰脏素的影响 那从中间 随着时间 我现在的最大的志愿 或者是我的 也许下一个重大的滑解 我蛮花我的 所有的力气下去 就是工作之外的 就是健康 我都觉得说 很多人 尤其我 我看台中 我观察台中附近的人 生活是非常的偏差 那我也被convince 这个 半日断食 他讲的就是 从晚上吃晚饭到中午 不要吃 早上不要吃早饭 一定要让肠胃有足够的休息 自己可以把 这个 大肠里面的粪便 也完全的排出去 那那个杨定一的 这本新的书 我最近才读到一半 他也是讲这个 在 消化跟排泄 事实上是影响我们人体最大 药物 他说我请了一个人来演讲 他在美国的很有名的医生 然后回去被请回去当台北医学院的两任的校长 然后现在在中国医药学院 他就跟我说 药 他送我这个百分之九十的药 不可能吃 然后 药 病反正这个 像伤口感冒这个是 吃了也不会好的 那 那 随着时间 他就会好 那有一些 慢性病 吃了药也不会好 所以 药物真正只就那百分之十的流血啊 急救啊 其他都跟药物关 完全是食物 那这几本书 从自己把自己的病弄好 从 需要断食 那真的慢慢了解 我们 1950年的环境 不是只有地球暖化 这个 温度升高 更严重的是 那个时候 五大食物 就是这个 玉米 大麦 大豆 的 稻米 从那个时候 到现在增加了 十倍的耕作面积 然后 我们现在的 鸡 牛 吃亿 鱼 飼料 事实上就是 变成很少数的食物 来供应给我们 我们的所需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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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素 从这个 Omega 6 Omega 3的比例 都没有了 那作为我现在的志愿 是 我有跟Jerry讲 创了一个公司 我是一种董事长 我一边找了总经理 我丢了钱 我准备只是把钱花掉 我也没想要赚钱 那基本上 我想要在台中附近去 推展 大家有对的食物 对的运动 对的身体 因为这个东西是 最近在我脑海中很强烈的 虽然说 跟这个小小梦想的实现 没有太完全的关系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跟大家分享 那个医生还秀我这场过影片 他说像糖尿病 有三大名料 差不多有六七十年 最左边的那一个 用了四十年以后 后来发现有太多副作用 然后在两千年的时候下架 那又下架 又上架 又上架的 也是反正三大名料 那一个在10年的7月 又被FDA要求他下架 那左下面的那个 是在去年的6月要求下架 就是说 药 在某一个时间 FDA approve它是好的 但是我在相信大部分的药 或者它讲的 再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被认为它不好 一百年前 人类拿T酸来治病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我们讲说地球暖化 引起地球病 我觉得我们人的健康 给食物跟要害的激烈的程度 眼大也有地球被伤害 然后你我都不见得知道 那我现在算是一只脚跨进去 然后我很努力地想在这边 努力去学习 一个是对我好 对我的下半场的人生重要 一个我也觉得 需要有更多人的了解更好 最后一个分享 我认识这个 他七十岁 他跟我说 他七十岁 他还在长跑 他跟我说 这个 他跑 其实我忘记了story 就讲这个马拉松 伴马拉松 他说 老蔡啊 我说 你到七十岁还可以伴马 对啊 他说 跑半马 跑二十分钟 他说不对 我是三个月前 跑这个 二十分 又六秒 上个月跑二十分 又四秒 这个月跑二十分 又三秒 所以 他说 他在进步中 那我想我就最后 用这个小小的梦想 实现 到我们必须要有 实现梦想 然后要实现这个 实现对的运动 然后实现健康 跟各位分享 我最近的观察 好 谢谢大家 讲的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大家 再来帮我们参加 Q&A 我想这边 距离这边有一个麦克风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 举手 我们来问一下这个 泰国士 你这个身体构造是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每天睡那么少这么激烈的运动 是不是要是别人也学你那样 你心脏的毒发就挂了 我不知道耶 我的感觉是说 我是睡眠的品质非常好的 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日子 我是在 已经一分钟睡着了 我就走过去 那个枕头的时候 就已经一分钟 然后等着 我立刻就睡觉 可是我大部分的时候 那traveling is more difficult 但是我是觉得 我in general大概从 我不知道大概 博中的 初中的时候 我就变成一个小时 睡觉 然后十点到三点 所以我从三点钟起来 早期是念书 MIT 然后做论文 后来好早去公司做工作 到四十岁以后 就要醉心里运动 然后醉心里研究给的东西 现在我是企图把它拉到六个小时 但是我在五个小时 那么多年 我是没有 这些所有的 你自己的这些 就是说 activity 不晓得有没有 bring back to 你的 这个career 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 或者是你在人生当中 你有没有更高一层的认识 谢谢 就是这个 起脚踏车 因为我必须要放手 放手中间 一个最多的是 我们team之间的互相信任 那有一个 他没有做过什么无线 无线网络 可是我们在说 你被要赛 要中国大陆 我们这个 上了在车子上 我们就 有个电罢接出来 然后这个有电 然后有这个网络 以及我们在车上 可以上这个 亚书 YouTube 那中国大陆 很厉害 那后来是 就找到 我们也在美国 买了一些线网络 后来都没有用 后来真是有用的 是 清大的线网络 让我们进去 然后就 输入了自己的问题 所以 当我信任他 他 他怎么样都会 比例过 我信任我的 当时我们讲说 他在第五届的会长 叫Kent 他有出现 那五十天的日子 他也没有帮我 老板也没有帮我 他充分的这个 掌握他的工作 那我觉得 这个学习是 我觉得 放手信任 是会给 负担责任的人 或者付出更多的授钱 然后更多的这个 觉得他拥有 然后信任的目的 那这个是 我在这个 骑车放手学到的 所以不 谢谢 请问蔡博士在 近期或 长期的计划中 有没有计划 一个 那个 单车的 矫大车的一个 践行 从旧金山到里面 或从加拿大到自立 这个 南美到 北美到南美 另外一个就是 从沃州旗进去埃及 然后去澳大利而绕一下 曾经是我想要做的 我一直没有想做 我一直没有想做 从这个 灵挂美国中 东西安 但是我有曾经 从想做这个 南美到北美 达到一个 大多的力量 但是说话 看起来这个东西 是在他们做的吸引 没有说 我新的事业 要让更多人更健康 我觉得那个更直接 那现在 在充满了我的每一个气 到我在想那个 所以我最近大概就是 如今 下个礼拜我会参加 花莲到台中 台中到花莲 183 185 那个就是 已经办了十年 我已经参加第三年了 那个我回去 但是 这个 这个 你也不是一个人去的 你们这个组也有七八个人 你是怎么样把他们交到一块 是不是因为你是 TSMC的副总裁 所以你很容易把下面 那个油嘴也很年轻 你怎么样找到那些人 跟你一起去参与这个事情 我当初想说我要做这个事 然后谁要参与 然后就 有的是我的属下 有的是别的部门 有的是从离开台积的 这个X的影头役 那 那 说话 they think it's great thing it's work it's they never think their name can be in the book they are now more than that 很多人 有一个叫Tuby跟我 同期了这五十天的工程式 他本来叫离职 他现在发现说 继续在台积工作 做一些蛮大的事情 也是可以做的 公司也接受 然后也做得到 所以他就 继续努力工作 这个路子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 没有遇到的一些状况 是要有些财力 就是说 他们每一个人 那些负担十万到 二十万这种参加 那我take care 所有的其他的 所有的 他就基本上住他的旅馆 能吃他的东西 那其他的我负责 所以我花了 我想将近有四百万 台幣有台幣 台幣有台幣 但是在这一刻 在这的时候 很多人说 You can avoid 只是说你要不要做 我觉得第二次 做第二次 我那个同一个行程 搞不好 half of the price 很多人 因为我们那个都是在 都在摸索 所以就特别会贵 然后repeat 好像我们的supposed 但是碰到生命的危险 熊来了 那倒是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计划 就是上班族 有点冒险 但是也不涉及到生命的危险 计划的时候 就被计划那个样子 執行的时候 大概也没什么 好 好 你去台湾人 OK 你去在中国 去了多么的地方 然后去过这么赛外的地方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祖先是从蓝旗季养来的 不过对整个新疆 我觉得骑脚踏车 跟开车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会骑到某一个地方 然后就 反正就肚子好饿了 然后搞不好已经 这个miss 这个该吃饭的时候 两三个小时 然后看到 开始看到小春肉 大概只有二十妇人家 然后家卖面的 真的是 小又脏又死 就吃了两块钱 然后就是 面是自己弄的 好我想在那边的 卖面的意思是 面 所以 那一种的经验 然后坐在那里面 跟老板讲话 然后我了解这个 维吾尔族 女生 这么的听懂 父亲文化 通通都不懂 所以我都非常大的惊讶 整个 我在中国的对我的影响是大的 它的 一个是当然就是文化 然后在书本上 我听说有印证到的 然后我也观察到很多这种现象 远比我在 我在书本上 我就觉得就是轻轻点水 所以 比如说我的感慨的话 就是 我恨不得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还是会比较 不是那种 至少绝对不是坐着巴士跟着你 能缓去走 最低的程度 我会租车 或者开机 然后比较接近的 一个自然的方式 骑脚踏车还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可以 可以闻到味道 有感觉 做 今天还要喘 就是这个 Love myself Love the people 我想请教一下 你的睡眠的这个方法 你说你睡觉睡得很容易 那请问你在做厂长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睡觉里面都没问题 我在台积大概有做十年的厂长 我几乎是一厂厂长 最早台积的厂长之一 那 to be honest 我还是睡得蛮好的 我一个经验就是 我如果超过十点钟 我就会睡过来 我如果差不多在八九点 一天的疲惫下来 然后滚上床 然后立刻大概就会睡到 我如果让我自己 stattle down stattle down很可能说 看一点睡 或者是说 尤其看电视 尤其看电视 打了一个喝歉 我只要打了一个喝歉 它大概喝咪 睡眠大概有两成 意思是说 依然会晚十分钟睡进去 或者instell 我会急激濕濕地睡一个六个小时 它就会做梦做梦做 那这是我的感觉 我的practice 那我没有理论基础 所以我通常就是 像前几天 我跟昨天晚上跟人家吃完饭以后 我回离管里面洗澡 半个睡 那这是我的practice 我在飞机上导师又是不一样 我会把我自己累到 吃完饭之间 就有时候上飞机在起飞的时候 你会很累 喝喝歉等等 或者是小睡个五分钟 我都不敢 因为我只要做那个 我那个七个小时的睡眠 就会創下四个 所以我通常那时候都 尽量看公文啊 读书啊 我一直做 做到确定要睡的 然后我就去睡 然后我大概再回去上台 这可以睡 比平常多的 再去睡 这是我的睡眠 分享 那一次 你给三十岁四十岁的人 三十岁的人是什么样的建议 四十岁的人是什么样的建议 还有呢 就是说 你下一个梦想 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假如说有一个风格的话 我想三十岁四十岁 对我有点太接近了 如果讲说 反正他稍微都往前往后移 一个五岁 也许二十五到四十五 这样有点different 我可以 我只会把它当成成一个四五个 那我在讲说四五十岁的人 我恨不得我五十六岁的事情 一直做的事情 在我四十几岁就做 就比较勇敢的 因为像我做那么多年 我就从厂长 然后做 好像台积所有中国的工作 大概都做过了 那其实从来没有停下来 我是觉得我如果早十年停下来 我到后来在工作上的 带给我的view跟影响应该会更大 我会更早找一些这种情形 也更早对其他的影响会更大 这个是我觉得从这种放手去尝试新的梦想 大概四十岁以上就做了 我只有二十五岁的人 我还是觉得他不适合做这个事 他应该兢兢业业的鼓励 然后未生存 然后多读一点书 学一点东西 学一点技巧 我觉得我们回过头来说 有一些生命中不小心忘记感官忘记的东西 我们应该在四五岁 十岁开始学习 这下半场在做还有一些长辈 比较更有经验的 那我觉得那个往前 我是还充满了兴趣 我觉得至少像一两件事 但是我都很想说 我七十岁的时候还想抹满 花莲到台东 台东到花莲三百八 我还是到七十岁 我还是在一起去 从土里去到乌里 这是很难 为了我觉得我肯定 不是说肯定 我想要去到 就比较说我那时候身体还是相当健康 我还是会一直在乌里 那我七十岁 我还是想要跳舞比赛 还要继续得名 I know it's very difficult but once I have done that 至少我每天我自己 在一个 我好像在讲我自己 比如说对比较年轻 我还是觉得还是 Focus on the work 那我的下一个项目 我刚才讲的 我比较不跳脱出我那个 我觉得我像我拍一个电影 讲说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 要健康 好像也不是很有用 大家都在做 像杨定一的书 I think it's shocking I like it 这个最近出版的叫 EAN something 他也是讲 这个 你的健康就是决定你吃进来的食物 你的消化 更重要的是你排出去 把所有的主食都排出去 直接吃 像这样 像他能够做那样的书 我就觉得 要是我能够花五年做到 我立刻跪下来去做 但是我觉得 我会do it in a different way 因为他是天才 他是医药界的 但是我会觉得 我想要 也许在台中附近 我成立 something I can ban people 那个大概是管齐我最大的自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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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 我转身去爱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